熟悉娱乐圈八卦的人都知道,这些年来女性张新宇一直视线各种不识传闻非议中,这又给张新宇造成了众多困扰,而在感情之路上,张新宇也是非常不顺,多段恋情都是无果而终,尤其是和前男友李晨的那段恋情更是备受关注, 与张新宇分手后,李晨和范冰冰这一对迅速成为娱乐圈中最备受瞩目的明星情侣,每一次秀恩爱的往往会成为当天的热搜头条,从两人公开恋爱到求婚,可以说每一步都是引发娱乐圈轰动,而在两人的恋情进展之中,李晨也是迅速积身娱乐圈中的单红一线男星, 由此可见这一对明星VP在粉丝中的巨大影响力,而对比起来,张新宇在分手后,却总是被认为故意炒作,碰瓷范冰冰和李晨,一举一动都被拿来跟两人做比较, 连穿个衣服,走个红台,都被认为是可以模仿范冰冰,在长时间的一番喧嚣之后,张新宇也终于学会了平静的待一切,每日画画,溜狗,修身养性,心态也是越来越好, 而在感情之路上,相对于罢冰冰和李晨矮的轰轰烈烈,被受无数人看好,张新宇则似乎与李晨分手后在无恋情的传出, 很多人认为或许在感情上张新宇仍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,可是谁知就在近日大清早,张新宇却突然发微博, 扑出自己结婚的喜讯,一时之间,张新宇结婚的消息,迅速登上个媒体头条,引发轰动和热议, 对于这一份婚礼,张新宇表态,只有一个原因,嫁给他,嫁给爱情,可以说,张新宇认为自己此次所托付终身的, 完全是自己所深爱的男人,从张新宇发文的自律行间,可以看得出他对于这份婚姻的幸福和满意, 而紧接着新郎的身份也被曝光,可以说背景相当深,张新宇的老公名叫何杰, 是一名武警特战指挥员,武警部队反恐特殊人才, 曾代表广东武警总队参加武警部队司机反恐指挥员比武在射击,越野等所有科目军拿下冠军, 数次带领特战队员,远赴海外执行训练比武,在多次反恐实战中多次立功, 被远远军中的岭南汉湖,现实版本的超级兵王,来看下新郎官的直装照, 武冠英俊,整个人因此发爽,颜值完全不输当下娱乐圈中的小鲜肉, 即良光和帅气云一身,不光如此,何杰更是文武双全, 曾参加一战到底,极限挑战等电视节目,颜值爆表,双伤超高, 而在湖南卫视的综艺《骑兵神犬》中,作为教官的何杰和张新宇在节目中相识, 并在长日的接触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,最终坠入爱河, 结成一段超级白富美和兵王式的完美姻缘。 张新宇大婚,而且嫁给了兵王成为备受人尊敬的军嫂, 消息传出也是引发了到半个娱乐圈的忠心祝福。 郭德纲,韩雪,贾静文,易烊千玺,张汉,沙依,田亮,陈妍希等等众多明星, 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祝福,由此可见张新宇在圈内的不凡人满,和影响力。 当然,对于这位军嫂,中国军队的主要官媒, 央广军事官方更是用四字予以道贺,军嫂,你好, 这四字虽然简短无比,但是看到发生的单位, 可以想象这其中的意义和分量之大,可以说, 这是来自军方层面,对于张新宇的肯定和祝福。 一直以来张新宇总是深陷各种传闻和正义之中, 屡屡败黑,而此次张新宇荣生君嫂, 可以说不光赢得无数人的尊重和祝福, 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肯定。 很多网友也感叹,这一次,若是有人在要黑张新宇, 恐怕得为自己的言行,付出相应的后果和代价了。